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所以我们就必须首先要知道什么是中国人 那什么是中国 很多人会疑问说 这么简单的问题 有什么好需要讨论的 就是因为这个问题太简单了 也因为中国历史上所有朝代 几乎没有一个人正式用中国两个字做国号 所以中国这两个字呢 在很多地方经常被人家用扭曲的方式 在解读 所以我们必须要先在历史上 先来历清一下什么是中国 我们就能够很确定的知道什么是中国人 然后中国人又怎么到台湾来开垦来开发 什么是中国 中国这两个字 这个名词 其实在周朝的周承王时代 就有一个姓何的人 他做了一尊青铜器 这个青铜器呢 叫何尊 何尊这个青铜器 是我们目前找到的 最早有中国这两个字 把它做一个名词在使用的 一个青铜器名文 也表示在周承王之前 就已经有了中国这个名词 但是中国这两个字 在何尊这个青铜器 它里面怎么写的 它说 为武王既克大义商 则庭告于天 曰 与其载之中国 自知异民 这什么意思呢 他的意思就是说 周武王已经打败了商朝 然后向上天这个禀告 怎么说 他说我现在开始治理中国了 然后我现在开始统治万民了 简单讲这句话这个意思 所以这个宰治中国 就是我现在在中国这个地方 建立起我的政权了 但是整体来讲 他的整个文字里面的意思呢 中国基本上讲的是什么 大概就是现在的西安到洛阳一带 这个所谓的黄河 这个沿岸地区的这个流域地区的 这个土地叫中国 而不是他所统治的整个的疆域叫中国 所以某种程度来讲 你可以把它解释说 这两个中国是首都 或者首都附近的意思 那也许我们可以说 他会不会以说 现在大家习惯了 用华盛顿华府代表美国 然后用东京代表日本 用北京代表中国的韩力 我们不确定他有没有这个韩力 但至少中国这个两个字的政治韩力 在这个合尊的青铜器名文已经出现了 那出现了就说明说他是有政治韩力的一个特殊的名词 至少会指的当时周朝的首都 以及首都的邻近的地方叫中国 再来在战国时代出现的上书 我们都知道上书是中国很重要的一个经典 然后他有个叫子财篇 当然有人觉得这子财篇 可能是比较晚所做的作品 那些不管这个考古上的争论 他里面就讲了 他讲这一句话就是说 黄天继父中国 明月绝江土于先王 意思就是说 现在上天已经把中国的所有的老百姓 女性跟土地都交付给先王来治理 所以中国这两个字的含义 基本上就已经是什么 范围很广 范围很广 然后在诗经 诗经上面也是一个比较重要的经典 诗经的《大雅民劳篇》 他讲了 惠此中国以衰四方 惠此中国那就不只是首都地区了 可能指到了整个所谓的很大一块的 这个中国的土地了 但基本上这些都是一个通俗用语 换句话说 他不是一个正式的皇帝 或者是统治者所颁布的一个正式的文件 比如说司马迁 司马迁他在用中国这个两个字 有时候真的是讲首都附近的地区 但有时候又讲整个国家的疆域 所以他的中国这两个字用语很有弹性 我们来说司马迁在史记的五帝本记里面讲 夫尔后知中国见天子未冤 换句话说 这个中国两个字好像只有讲首都的意思 可是司马迁在下本记里面又讲 中国仕途性 这样的一个用语的话 中国就讲等于是下朝所统治的九州 那范围就不只是什么 不只是一个首都的概念 是领土的概念 到了秦汉以后 那么司马迁的用语 比如说在《孝武本记》里面 他说天下明山八 而三在满蚁 五在中国 换句话说 这个时候的中国已经是讲大汉帝国 实际上统治的疆域了 所以才会有所谓的五个名山在中国 三个名山在满蚁 这样的一个概念就出现了 所以这样的一个中国两个字 基本上出现的是在司马迁的史书 在《诗经》在《尚书》 然后在这个和尊上面的《青铜记》名文 这些算不算公文书 某种意义来讲不算 不算公文书 所以不具有特别的法律上的意义 那法律上的意义最早出现的 我们现在所能够查证的 是在班固所写的《汉书的匈奴传》 《汉书的匈奴传》里面写说 匈奴的领导人叫禅语 匈奴禅语叫冒盾 冒盾禅语在律语上蛮有名气的 他派了一个使者 跑到大汉帝国 那个时候的刘邦已经过世了 实际上掌权的是刘邦的老婆 叫吕智 就是我们所知道的吕太后 然后他用 怎么跟吕太后报告 这等于是一个正式的报告 他说 数字边境 愿由中国 换句话说 矛盾禅语说 我好几次跑到你们的边境了 就等于中国跟匈奴的边境 然后他说 我很想到中国去玩 愿由中国 所以这个是在历史记载上面 第一次记载到了说 一个中国的外国元首 跑来跟中国的领导人讲说 我很想到中国玩一玩 所以中国这两个字 等于代表整个大汉帝国 所统治的疆域 可是这个用语是出现在 一个外国的领导人 因为当时匈奴算是大汉帝国的外国 领导人的口中 倒没有看到大汉帝国 有什么正式的公文书 把中国这两个字 来形容大汉帝国的领土 那事后当然比如说 到了四搜新语 到了禁书 这些一般人用语的时候 中国有时候又讲的是核心的 这个所谓中原地区 那有时候又讲整个 反正说他用语不是那么精确 最重要的 中国两个字 变成正式的一个法律文书的用语 是元朝的忽必烈 元朝的忽必烈他的身份当时是什么 他的身份叫做大蒙古国的皇帝 他正式的一个头衔就是大蒙古国皇帝 当然大蒙古国在隔了一段时间 也没有多久 忽必烈在中国称帝的时候 没隔多久就把大蒙古国改成元朝 改成元 当然朝是我们后来的人讲的 简单讲 我们可以用现代的术语叫大元帝国 这样来形容他没有什么错 他只是顺应中国的习惯自称元 大蒙古国皇帝 他在这个时间 曾经发了一个正式的公文书 给日本的天皇 他这个公文书上是怎么写 这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历史文件 这个历史文件 他的名字叫做大蒙古国皇帝奉书日本国王 这个文件叫做奉书日本国王 然后记载在原始 这是一个历史书 原始的卷208页的第95的日本那一段 他怎么讲呢 他说受天明命 俺有欧夏 就是我受到老天的一个命令 那么我统治了欧夏 欧夏就是华夏 那后面接着 他说日本秘尔高利 开国以来 亦识通中国 这是中国在法律文书上 正式出现在皇帝所写的外交文书 什么意思呢 他说你日本自从开国以来 就经常跟我中国来往 而且你是很靠近高利 高利就是现在的朝鲜 所以这份文件等于是承认什么 承认我大蒙古国 继承了中国的领土主权 我大蒙古国的整个的领土的名字 叫做中国 也就是中国并不是一个国家的正式的国号 可是中国就是整个中国地区里面 不管你的国号叫什么 所统治的主权领土叫中国 所以中国这两个字是主权领土的名字 而不是国家组织的正式的国号 所以他前面讲我是大蒙古国的皇帝 然后告诉你说你经常跟我中国来往 换句话说我的领土整个的主权范围里面 通通叫中国 所以这个是我们所找得到的目前 最早是有一个拥有主权的人 注意到在君主国家里面 皇帝就是主权者 皇帝所发布的文件 就是主权者所发布的公文文件 它具有法律的效应 也就是大蒙古国是国号 但是中国是我大蒙古国所统治的江义叫中国 更经典的元朝后来被朱元璋推翻了 那朱元璋我们称之明朝 那事实上简单讲应该叫大明帝国 用现在的概念来说的话 在明太祖的实录里面第37卷记载 这一份文件是朱元璋写给高丽的国王的一个喜书 他们叫喜书 玉喜的喜 书就是书本的书 他怎么讲呢 他说元非我类 就是元朝跟我不同类 不同民族 入主中国百有余年 他元朝入主中国百有余年 注意到中国就是一个主权领土 天宴其昏淫 他说上天很讨厌元朝非常昏庸 亦用允决其命 所以把元朝结束了 然后他讲个老半天 那么最重要的字就是说 我朱元璋肃清华夏 赴我中国之旧江 很清楚了朱元璋的意思 中国就是我的主权领土 是一个主权领土的概念 所以我的国号叫明 但是我的领土主权叫做中国 我的主权领土就是中国 所以中国就是一个很确定的 主权领土的含义 然后他又在后来 他曾经发给日本的国书 叫《是日本国王喜书》 他怎么讲 朱元璋讲正本中国之旧家 他说我本来就是中国那个旧的皇朝的人 所以中国又是一个主权领土的名字 就非常的清楚 然后这个一直都在明朝里面 中国两个字即使到了万历皇帝 他发给日本国王的文件 也是这样讲的 也是很明白的确认说 这个封城秀吉 他说知尔封城平秀吉 崛起海邦知尊中国 他说封城秀吉 这个你这个在海外崛起了 但是你很懂得尊重我中国 所以这个时候中国又代表了什么 代表的明朝 所以中国是一个比任何一个朝代 用语更久的一个专有名词 而且从元朝以来就很确定 是什么 专指中国的主权领土 然后在元朝以前 他的用语呢 就通俗的使用 就没有那么精准 有的时候讲中原地区 有时候讲首都 有时候讲整个 这个国家所统治的疆域 但是更重要到清朝 清朝的国号呢 他后来比较现代化 很多地方叫自称叫大清帝国 清朝是这样臣服自己的 可是清朝第一次跟国外签订的 正式的条约叫尼布楚条约 这在中国历史上是很重要的 尼布楚条约呢是用满文 用拉丁文用俄文签订的 反正没有用汉文签订 当时的俄罗斯呢 是由俄罗斯的沙皇 来签订这个尼布楚条约 注意到这个条约里面的满文 开头就是什么 从没有称说我是大清帝国 也没有叫我是大清帝国 而用满文就直接写 独林拜古乱 古乱满于里面叫国家的意思 独林拜就是中央的意思 独林拜古乱就是中国的意思 所以他开头就是说 中国皇帝派遣钦差大臣 来跟你签订这个条约 注意到他不讲他自己中国 是大清帝皇帝 他讲是我是中国皇帝 然后在拉丁文里面也一样 他称呼他所统治的领土 叫Sinisi Dominion 就意思是我统治的地方 叫做中国领土 Sinisi就是拉丁文中国的意思 Dominion就是领土的意思 所以他不是讲说我清朝的领土 他讲的是我是中国的领土 更重要他自己称自己康熙皇帝 他不说我是大清皇帝 他说我是中国皇帝 他的拉丁文在尼布茨条约里面是说 Sinalam Imperatorism 就是中国皇帝的意思 换句话说 清朝皇帝继承元朝明朝的用语 中国已经从一个主权的领土概念 变成一个国际法上正式国家的概念 换句话说 尼布茨条约的含义 在国际法上面 尼布茨条约已经定义出 我就是中国 我是中国皇帝 我是中国的领土 反而把大清帝国 这个大清皇帝 摆到一边去了 那个是一般的国号 所以等于是 大清帝国对外的国际法的用语 就是中国这两个字 所以已经从主权领土 升格为一个国家实体的法律概念 那因为康熙是主权者 皇帝就是有主权有决定的 尼布茨条约里面讲说哪一个界限 开始以后 这里面是我中国的领土 哪一个界限以外的 就是你俄罗斯的领土 不要忘记 尼布茨条约是哪一年签订的 这是非常有意思 是1689年 1689年那一年 台湾跟澎湖已经是中国的领土 台湾跟澎湖是大清统治的领土 也涵盖在尼布茨条约所包含的 中国领土的范围 所以在这个法律上 中国就非常的清楚了 而且更有趣的 尼布茨条约里面讲 讲说有很多的在俄罗斯境内的中国人 那这方面该怎么处理 注意到当时在俄罗斯境内的 那些人绝大部分都不是汉族 也不是满族 而是蒙古族的人 就大清皇帝来讲 他把这些需要特别管理的 这些蒙古族的牧民 或者打类的蒙古族的 这个大清的子民 他在用语上是用什么呢 用中国人 也就是说在我中国的领土上面 不管你是什么民族 在尼布茨条约所确定的 国际法的范围跟定义 你们通通是中国人 不管你是满族人 你是蒙古族人 你是汉族人 你就通通是中国人 为什么 因为他的用语 在当时的尼布茨条约 就写得非常非常的清楚 比如说他通称中国所管辖的领土 叫杰木 杰木 就这个条纹很清楚 然后中国人 他说叫做杰木 杰木 倩 итоге 换句话说他把蒙古族的 也称作中国人 也就是从此的以后 中国的定义就已经非常完整 跟国号没有关系 国号可以变来变去 中国的国际法地位 它的国际法的专有的意义跟名词 已经确定了 还有康熙晚年更讲说 海外如西洋等国千百年后 中国恐受其累 这康熙告诉他的朝臣 在朝义里面讲 他自称中国 他有没有自称大清国 没有 他自称中国 到了乾隆也一样 乾隆说 或称天朝 或称中国 他说称我天朝也可以 称我中国也可以 所以因此中国这个名词 不是辛亥革命以后才出现的 那是一个误解 是在很早就出现 但正是作为法律定义的用语 是从忽必烈开始 而且中国也不是专主 汉主 中国人不是汉主 是在中国这块领土上面 所有的民族通通是中国人 这个定义 就是是从忽必烈开始的 那么到了康熙皇帝 更是很明确的规定下来 而且是用跟国外的 签订条约的方式 确定下来 所以到了1912年2月12号 这个大兴帝国的最后一个皇帝溥仪 他发布的退位诏书 很清楚了 他说我把我的主权 这是交给中华民国政府 他当然他的中华民国政府 不是讲孙中山 是讲袁世凯的临时政府 所以到了中华民国 就开始有人简称叫中国 那到1949年10月1号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话 那也有更多人把中华人民共和国 就简单的简化成中国 其实不是 中华人民共和国是目前的国号 就像1912年的中华民国 是当时的这个政府所用的国号 但是不管政府是哪一个政府 用什么国号 整个从元朝以来 这一个土地也许在边缘地方 会有增加会有减少 但整个领土的主权就叫中国 主权领土也叫中国 所以在这个主权领土上面 通通叫中国人 不管你是什么民族 当然在英语的翻译 我们叫China 其实英语是从其他语言所转译过来的 最早的出现的这个China的名字 我们找得到的是什么 是在印度最早应该是公元前三世纪 印度的史书 叫做摩河波罗多什么罗摩延纳 当时就把喜马拉雅山以北的地区 通通称作Cina Cina 然后早期的很多的佛教经典 就把Cina这个字翻译成智那 智是什么 到哪里那个智 智那或者支那 或者支那 那所以他们当时都用语叫做Cina Stana 就是意思说支那的土地 它的含义是 或者简单讲 用现代的话讲叫支那斯坦 称中国叫支那斯坦 那因为Cina Stana 这样的一个用语呢 也曾经被翻译成叫震旦 所以为什么叫震旦 是从这个翻译过来的 或者叫真丹 这两个字 是讲支那斯坦的意思 但是Cina Cina这个字 后来传到希腊 从印度传到希腊 就写成Cina SINAI 变成SINAI 然后从希腊传到意大利 又被写成SINAE 或者SINA Cina SINA 然后到了后来的拉丁语 更晚的拉丁语 就被人写什么SINO SINO 所以现在的意大利语 称中国能难称什么 SINA CINA 那早期的西班牙语叫做什么 就翻成Chino C-H-I-N-O 这个 所以 然后到了荷兰人 也就跟着称叫C-H-I-N-O 然后到了英文就变成C-H-I-N-A CINA 所以你就知道说这整个的变化 不过因为在有人说 为什么希腊文会把中国称作 这个SINAE 原因说可能因为希腊的用语里面 它的S叫SINAE 那因为中国产S 然后又从印度来称说 我们叫中国叫做什么 叫做SINAE 所以就干脆用希腊语的SINAE 或者SINAE 来翻译 用S来取代C 那这个是有些研究者这么说法 所以英文的国名是这样 中国的名字是这样来的 但最重要的 中国的法律意义不是国号 而是一个国家的主权实体 是一个主权领土的概念 在这领土上面所有的人 通通是中国人 不管你是哪一个民主 谢谢你的收看